这是卤香的这个熏香灯 然后它非常的特别 这是最新的 那这里面有一张说明书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精油的这个熏香灯 它是这样的一个组合 然后再把杆子这样套上去 那这里面的关键就是说 它是需要加水 那水的话我们要特别注意 就是不要用过滤水 就是不要用纯水 那我们需要的就是比如说你煮过的开水就可以了 好不要用自来水 因为自来水的话它会 会有氯等等的 对我们都要健康了 所以我们不要用自来水 好我们可以用矿泉水或是煮过的开水 那如果说它是用纯水的话 它没有办法震动出来 因为纯水因为没有任何的矿物质 对可以没有办法跟它一起共振那样子 好然后这个的话是它的充电器 所以我们只要把充电器插进去就可以了 好这边有一个关键 有些人会说它水会喷不出来 这边有一个水位线 那水不要加超过这个水位线 好不然就会喷不出来 就是太满了 它没有办法震动 那这边有它没有办法震荡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水杯 所以你可以透过水杯直接来倒来量这样子 那我们要注意一下 有时候我们熏香一些木质类的精油 好像比如说盐兰草啦 檀香木啦 好那它的话会到时候会有一点点的沉淀物是木屑 那那时候你用卫生纸轻轻轻的擦一擦 好或是那种软性的压 那个就是刷子对吧 稍微清洁一下就可以了 好那可是像我们比如说清香 其他的花类柑橘类叶片类 它都不会有任何残留 那个水呢 就是直接都继续加都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你放了两三天 你没有熏 好那个水是水凑掉 不是精油坏掉 就是有时候你会熏香出来的味道 觉得说怎么跟 平常的时候熏不太一样 其实因为水 它本来就是跟菌是一起共生的 所以说如果放了两三天的时候 一直都没有熏香 那既然比较潮湿 那就会建议把那个换掉 不然平常如果我天天熏 我是天天加水进去 我都没有把它倒掉这样子 对 OK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熏香灯 这个是买多少就有送 要全精油 四万五千五以上才有送 就免费送 免费可以得到 对其他都没有这个 这个超棒的 对啊对啊 就是专利熏香灯 就是它的物化分子会比较小 也就是说 你只需要一点点精油 那你的买 就是比较快 这个整个屋内都会是香气 比如一般我们可能要加个十几滴 那你屋内才会那等的香气 可是如果是这种专利熏香灯的话 它就是一些些它的味道就非常的浓郁了这样子 然后物化分子比较小 那大概几滴比较 那我们看空间大小 比如说像这个教室的空间这么的大 我们可能就去至少需要十滴 七到十滴 那如果大家这个空教室的一半 如果在家里可能就不用 那就不需要这么多 那熏香的时候注意一下 就是不要再出风口 比如说那个窗户打开 一直去熏 它就